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tpo公民新聞報 想要向更多民眾展現 屬於原住民的特色文化 現在不少部落整合資源 推出涵蓋體驗的遊城 讓遊客可以在短時間內 感受原汁原味的 原鄉生活 以原民文化再生為概念的 原流新創聚落 園區內儲展示傳統的手工編織品 與文創商品等 獨特的光雕餐廳 透過光雕科技 將泰雅文化中的圖騰 與象徵物投射被盤監 藉由光雕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我們希望 透過不同的形態 讓對於原民文化 還沒特別了解的朋友們 可以透過動畫 以及有趣的氛圍 一起來去做一個不錯的用餐體驗 我們叫原流新創 主要的是因為我們都會區的一個點 可以引導到我們原鄉的部分 那原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原點 從這個點到我們的原鄉聚落 然後流的話 其實我們把文化比喻成河流 源源不絕的 那從源頭到我們原鄉 也希望透過這個點 可以讓更多老師跟藝術家 我們一起建構共劇更好一個平台 令在敏都立颱風後重建的松赫部落 有融入手機APP的闖關遊戲 來認識在地的人文歷史 也能以空氣槍與射箭來體驗打獵的樂趣 讓參與夥伴從中認識泰雅族人的狩獵文化 令動手巨切木頭與DIY的手工編織 是認識泰雅族人在十一住行中重要的生活記憶 四年前我們成立泰雅玩獵人體驗影 我們那時候是泰雅玩工坊 但是為了區別跟其他部落不同 所以我們就發展了一項叫做部落闖關 結合我們泰雅族成年裡的這些的關卡來設計 然後呢就是有射擊 然後物種爬坡還有去木頭以及射箭 完成這一次就一個彩繪文面 透過實際走讀部落產業 感受結合科技創造出來的學習共享情境 讓創造記憶與精神有更多元發展的舞台 屏東縣馬家鄉排灣部落的潘雅麗 傳承長輩延續下來的月桃編織手藝 在部落中創立工作室 讓更多人可以透過他的作品 認識屬於排灣族的文化記憶 月桃編織家潘雅麗創立了 桃布里文化創作空間 贊售的商品多為和部落其老 收購的月桃業俏編織而成 這個東西並不是我特別最愛拽的 而是我覺得我在製作月桃編織這件事情 可以讓我跟部落裡面 或者是跟我的夫婦已經過世的那些夫婦們 能夠有所連結 我遇到兩個比較大的問題點是 第一是我覺得材料的取得 因為其實月桃像現在就是 剛剛好端午節過嘛 就是所謂的那個夜窍 可是那個是要去商商自己採 採完之後然後要自己處理 通常這個時間有時候處理的時間 會差不多是一到兩個禮拜 而且它是有季節性的 不是說每天都可以去採 然後第二個就是可能 應該是人力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做傳統工藝這件事情 你就算你有心 也未必能夠勝任這份工作 你必須要可能要手強 然後你可能一般工作是 並不像一般的外面的公司行號 就是你一定有固定的收入 可能今天收入少一點 那可能就要發的薪水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通常的話其實很難領住人 再次給房子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可以收入嗎 請問一下